有多加了一位AD carry是我們的雷神 大家都稱他為雷神 因為他的AD carry表現是越來越為亮眼 首先看到的是上路帝王史丹利 那當然所有的這個主播賽評群都一致的認為 史丹利的這個成長對於HKE的夏季賽現在的成績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點 沒有錯 在5.11版本其實讓他增加了兩隻角色 一隻是上路的西娃娜 另外一隻是上路的艾克 對 艾克 然後菲斯的頻繁使用 也是讓他就是現在的角色時變得比較符合主流META 而不是需要去偏重在賀克林或是茂凱這樣的角色 史丹利今天會不會再度的拿出龍女呢 當然因為龍女的這隻角色我覺得在壓線分推上面 是非常符合史丹利的性質 但是在整個團戰上面可能還在配合上面需要再加強一點喔 好 看完了我們的上路史丹利 接著要看到打野的位置時 我們最近表現越來越亮眼喔 現在已經儼然成為了 HKE不可或缺的重要打野選手 是我們的丁特喔 那當然丁特的角色其實在春季賽 原本大家都以為坦型Jungle會讓丁特的如魚得水 當然那時候可能更為搶走風采的是我們的Mountain 但以現在的表現來說 不管是丁特的雷克薩還是古拉格斯 其實尤其是在這個HKE逆風的時候 我們看到丁特他是可以掌握好這個開戰時機 這是讓我最為驚豔的地方 相比他在TPA的打野表現 我覺得他現在已經是可以Carry整個隊伍的一員了 而且現在這兩隻就算坦型的打野被NRF之後 他口袋裡面還有一隻伊芙琳的角色 最近在韓國也非常非常的熱門 好看完了我們的丁特 接著要來看到的是我們的中路Toys 那當然HKE現在 其實我覺得他們這個團隊的成長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 可以感覺出來他們的氣氛在所有的隊伍裡面 或許是現在是在訓練氣氛上面最好的一支隊伍 就算是他們打輸AHQ那場 其實他們彼此之間也是彈笑風聲 對 那其實這個不是說選手不在意輸贏 而是說你必須要保持心情愉快 你才能去有效的做一些溝通 跟找出自己團隊的一個弱點 那Toys的角色池在這個版本其實也是非常的夠用 所以其實現在上中以及野區 其實都已經有一定的角色池 可以供HKE做一個戰術的選擇 然後馬上要把鏡頭帶到我們下路的位置 首先照到的就是現在HKE表現越來越亮眼 我覺得在整個第六週 Rayson的打法上面其實已經完全 其實HKE就是一個我們都知道比較偏後期團隊 然後比較偏以農曆國的一支隊伍 但Rayson這位選手比較特別就是 他在小團戰以及大團戰的爆發能力 其實都會讓HKE有一個點位的成長 是瞬間來到一個對方沒有辦法抵抗的成長 而且他在上一週也脫離了西維爾這套套路 是拿出了酷奇 搭配上自己TOYS這個POKE陣來做發揮 對 這當然韓國選手其實會玩酷奇的 其實非常的多 反倒是這個克里斯達好像比較少使用 這好像跟韓服天梯克里斯達 就是可能接近100%的被BAN的機率有一點關係 那當然Rayson的克里斯達 在他一上場的那幾場比賽就已經有拿出來秀過了 期待他今天會不會再度的使用我們的克里斯達復仇之矛 接著來看到最後一位HKE的選手是我們的OLE 那當然OLE現在在這個HKE來說當然更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丁特他的開戰點是HKE的一個可以在後期逆轉身的因素 但以整個節奏來說 OLE一直都是HKE最重要的一個箭頭 不論是他的遊走或是在團戰裡面這個珍娜的發揮都是非常亮眼 對 那當然OLE的可能再下來的挑戰就是在面對一級的強隊上面 他要把所有的開戰做到完美以外呢 要減少自己開戰失敗而付出的代價 好 五位的隊員還有他們的教練 阿波HKE今天要來迎戰是Sniper 會不會拿出比較特別的戰術 因為目前對上Sniper是比較沒有壓力的一個對陣 那這也可以讓他們去準備 之後要來迎戰閃電狼跟MAC的一套體系 看完了五位選手 接著我們來到了是紅方對戰式的 哇 這是陣列上面比較多選手的Sniper 有七位的隊員 那今天會換誰上陣 當然積分現在是比較低的 上路的選手是我們的LATE 那整個Sniper我覺得在聯賽的這個其實第二輪的晚期 其實已經找到了一個非常適合自己體系的選手的辯證 而且都可以看到這些年輕的選手操作是不錯 但我覺得可能整個夏季代的時間對他們來說是不夠的 LATE這邊的話 下一季應該要再多練一點角色 目前Logitech Sniper六場裡面是四場讓他首選的納爾這隻角色 好 看完了LATE 當然納爾這樣的Pick也會讓他們的這個BandPick的彈性變低 在打野的位置今就依舊是RD上場 那也看得出來 RD在打野位上面他的... 其實我覺得是打法上還不夠適應 我其實... 如果仔細回去回顧看了整個第六週的VOD 你會發現RD他還是比較把打野偏向一個收頭跟打傷害 尤其是他的耐得力的表現 但... 這跟一個傳統對於打野的定位其實是比較不同的 這可能比較偏向Cloud Night Midios的一個打法 而且我覺得RD前期對視野的敏感度有時候感覺還是不太足夠 當他現身沒有拿到東西的時候 會讓隊伍處於一個劣勢 對 那當然RD也是剛轉到打野位置不久 後續絕對是有非常看長的機會 接著來看到中路的位置今天會是誰上場呢 因為Sniper的中路有兩位選手 今天似乎不是K先生啦 是我們的Breaker要重回戰場 第六週K重批Sniper戰袍是 拿出了力能經驗的雷汶 對上閃電狼1也是差點就要把狼群給擊敗 那當然Breaker今天重新上場 也有這個跟NAD教練請問一下這個調度的原因 那其實Sniper其實說直白一點 就是應該跟季後賽比較屬於無緣 所以在最後這個夏季賽的收尾聲 我覺得繼續的讓選手去調度跟練兵 是非常重要對於下一季的準備來說 沒有錯 那當然這裡還是期待 可以看到Breaker拿出一些刺客角色來幫我們秀一下 對 來對上其實在線上很難出現的Toys 有沒有辦法拿到單殺點數的Breaker 今天就看你的表現囉 接著來看到的應該會是我們下路線的AD位置 喔 依舊是我們的Breeze微風飄逸來到了場上 那當然這一季的最大的改變 還有之前可能有一些違規狀況的選手 現在可以重回到職業戰場 那當然Breeze的表現算是滿穩定的 4.0的KTA雖然在團隊戰機並不好的狀況 但我覺得他現在的一個問題是 可能比較偏向保守 跟底一剛加入職業的時候是比較類似的 就他們不太敢去打一些激進的play 那即使Breeze在我記得在上週的四場比賽裡面 都是拿到非常大的經濟量 但其他的傷害輸出位並沒有顯現得非常 可能相比RD時期是遜色了滿多 我感覺他還沒有辦法去適應大家在FocusAD位的這種打法 就是他團戰裡面其實是有幾次直接被人家抓掉 特別是遇上傑哥的時候 好 那我們看到了Breeze 接著就要來看到他的輔助好搭檔喔 是我們的以色拉 那當然以色拉在Sniper也是換了非常非常多的AD搭檔啦 那當然看得出來他的打法上面是比較偏向侵略 以及在整個團戰上面會比較喜歡玩前排的控場角色 這裡很想知道他們在這個遊戲節裡面在講什麼樣的笑 感覺他今天沒有什麼壓力笑得非常開心 對 其實這個小趣聞就是大家都知道 我們在這段時間裡面其實兩邊的選手應該都已經進入對戰式了 那通常就會用英文就是用很破的英文在那邊聊天 因為有些時候要OB記出去的時候 也會看到他們在聊天 沒有錯 那當然都是彼此在就是互相鬥嘴一下的時間 對對對 就可能Toyce就會說 Breaker 就為什麼今天是你上啊對不對 對 我本來想要惠惠K的雷文 然後Breaker就會說 沒有 就是可能我的雷文就可以躲爆你了 之類就是這種 先賽前嗆聲一下 兩方的人馬都已經就定位了 那當然Sniper這邊的Ben Peek 由我們的YO來做指導 好 那Ben Peek正式的來到我們第七週 今天剛好是7月1號 剛好我們第一週的賽程 那這邊這個我們的專業攝影師 已經先幫大家tag了HKE的這個隊精靈 那上週的週末也有接受賽後採訪喔 那這會不會是HKE現在氣氛很好的一個原因呢 以KIMEN的角度來說 如果你加入的隊伍有一個女經理 我覺得會耶 因為我覺得女生是帶來一種不同的氣質 對不起 那個氣場會比較緩和一點 男生的話他其實比較有競爭跟責備的這種刻板印象在 對 其實真的 因為以這個小弟以前念男校來說就是 其實以前那種在同學會可能會討論說 我們這次圓遊會要做什麼 很從一就打架了 然後就是吵起來 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兩方的Ben角上面 HKONKONISPOSE直接把LATE連續在很多場比賽 首強的NAR給Ben掉以後 把亞利斯達給Ben掉 這也是比較特別 因為OLE其實是很仰賴亞利斯達的開戰能力 那Sniper是回敬了把Stanley的角色做了封鎖 封了一隻弗拉底 米爾以後 雷神今天是沒有克里斯達可以做試用 有一點可惜 那RD的奈德利這隻可以打出高傷害的打野 也在Ben角的第三隻被藍方的HKONISPOSE給封鎖了 哇 那這邊放出來的話就是HKE的阿齊爾這隻角色 目前看來HKE為什麼會把亞利斯達Ben掉呢 因為他們在藍邊首選的時候其實不常選這隻角色 通常是以阿齊爾 雷茲 跟克里斯達這三隻角色做選擇 對 那你也可以看到在Sniper這邊其實三隻裡面已經Ben了兩隻 所以HKONISPOSE有很大的機率今天在藍方 是不是直接幫TOYS把阿齊爾給選下來 因為這隻角色目前在現今的版本來說 他們他可能真的只比較懼怕這個Poke陣成型的這個中期 大概是15分鐘到25分鐘這段時間 但如果Poke陣這段時間沒有辦法把這個 阿齊爾的這個領土給打掉太多 就是一路的均勻沒有拿到 其實阿齊爾在後期的團戰的收尾能力還是太好 沒有錯 那我們在最近的數據也有看到Poke陣的話 他只要超過36分鐘就再也沒有贏過 所以他一定要靠前期的優勢打出來 那阿齊爾這隻角色是越到越後期 越強勢的一個選擇 哇所以以後就是如果我們有一邊選了Poke陣 打到36分鐘還沒有贏 我們就直接判他敗 就是他的初跑就會直接爆掉 當然不能這樣啦對不對 當然數據只是一個參考 因為他是過去的事實 不代表未來沒有其他的可能性 在Sniper這邊的一二選項怎麼來做選擇呢 我覺得拿菲斯去交換阿齊爾對於對上HKE 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想法 而且其實現在這隻菲斯 說真的要走中路也不是沒有可能性的 因為Breaker有拿過菲斯走中路我記得是對上 Midnight Sound的時候 當時Breaker的菲斯也是拿到了蠻大量的人頭喔 但我覺得為什麼菲斯其實不會成為一個主流的中路選角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小莉的個人見解 就是以一般的選手 或者是我自己在SolarQ的經驗來說 中路的菲斯打不出太多的傷害 因為這個異技能要踩到夠多的人 你才會有傳統AP角色該有的AOE能力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西門的菲斯會特別特別的厲害 就是你會看到西門往往會 他會選一個很好的時機去一踩到很多數的人 因為以那場Breaker來說 我記得他是Sniper裡面人頭拿到最多的人 但他的傷害其實打得非常的低喔 所以是一個比較收頭型的這種菲斯打法 對 但是以一個收頭的角色放在中路來說 那團隊就要有其他的角色去負擔起AOE的輸出 但以上路位來說 除非你是出一隻吸血鬼 這樣類型的角色要不然其實很難達到同樣的效果 沒有錯 那這邊的話看一下 Sniper則是還沒有把Poke證給秀出來 這裡艾克的話應該是走一個打野位置 但比較有趣的是這個達瑞文喔 聽說微風確實是滿專精這隻角色的 對 我們的達瑞文當然這隻角色 一直在這個職業賽場上面不是這麼這麼的常見 但以春季賽的LPL來說 Snaker的AD Carry這個Crystal 當然是以達瑞文這個讓整個2015賽季增添了很多的變數 因為這隻角色的血球能力 即使是在之前很多個版本被削弱過 還是非常非常的誇張的一隻角色 但Breeze最後沒有選擇喔 可能我覺得這當然是以一個 新上到LMS舞台的一個選手來說 他會想要先穩住以後再來力球表現 換回了他在這幾場比賽應該是第三場的酷騎喔 那中路的Breaker這邊也選下了艾克 所以艾克跟菲斯其實是有一個上中錯位的可能性 那我們這邊看完了五個HKE的一個陣容以後 Clymouth會怎麼樣認為這個配線對於Sniper來說是比較好的呢 這邊Sniper的... 從他們整個組合來講的話 這裡選一下酷騎其實我覺得是留了一個Poke陣的伏筆在喔 不知道他們會不會把這個TF給選下來 那以配陣而言的話 下路的話就有希維爾跟這個珍娜 當然是前期打線還算是蠻強勢啦 這個希維爾在剛開始前期的風雙車上六等以前的話 是絕對可以把這條線給直接往裡面壓的 那上路的話我們見到這邊冒凱打菲斯的話 其實兩邊算是比較平濃的發局喔 本身打不太出東西來 對當然以冒凱要來單殺一隻滑溜的菲斯是非常的困難 那菲斯前面如果沒有打野的傷害幫忙 要直接擊殺冒凱其實也是蠻困難的喔 上到六可能比較有機會 那艾克會不會是RD來作為一個打野呢 因為以上週的RD來說 並沒有使用這隻角色太好的紀錄喔 最後是BREAKER選出了自己在非常擅長的蛇女 拿出來那這樣就可以確定LATE 而且是要拿菲斯走上路來對抗孟凱囉 那這邊有克萊們你好 哇是可愛的 哇好可愛喔 不錯喔 我有時候也這樣子覺得 你也 所以你現在是在公開要 好好好 沒關係 那我們專業的來分析一下這個兩邊的陣容 以Climity的角度來看 哪一邊的陣容可能主題性比較好一點 那以藍紅方的選角來說 是不是都有各自拿到自己想要的一個核心呢 我覺得HKE這邊感覺是走了一個比較韓式的體系 就是他拿希瑋爾這邊的話 不是要做一個強勢開戰的手法 而是要做一個主要以拉打為主的方式 那這次我們現在看SKT或者是Nargin在打的時候 他們很習慣的一套體系 就不一定是跟你打強開 而是三點就是各自農 然後到中後期比較有GT的時候再跟你打 那中間的時候他都可以靠著這個希瑋爾的大絕 直接拉掉不跟你去做強勢的碰撞 那反觀在Logitech Sniper這邊的話 我覺得他們的陣容選擇就是 主題性可能沒有來得這麼強烈一點 感覺有點偏向Man角流 對 就是有一點點在破壞對方的陣容的選角 因為以Latech的Face來說 的確還沒有辦法讓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會不會今天這一場讓他的Face 這個一炮而紅 然後成為這個LMS裡面最強的上路Face的玩家 也是有可能的 因為當然以現在來說 Stanley的Face已經拿到了很好的成績了 那以另外的角色來說 其實阿滴拿出了這個艾克 其實也是很有操作性的角色 所以我個人蠻期待他的祭司開始的大絕 要怎麼樣施放 Breaker的這個蛇女其實也是他自己非常厲害的壓線角 所以我的確同意Climber所說 他們的五隻角色的這個重效 可能沒有這麼的高 但是的確有可能看到Sniper這些隊員的可塑性 真的可塑性喔 因為我覺得以Sniper來說 現在這一季走到了這個尾聲的時間點 那如果沒有無緣競爭技術賽 我覺得每個選手都去衝撞自己的極限 我個人是認為一個非常好的事情 你去挑戰自己的操作可以到達什麼樣的巔峰 而且是在一個實際的賽場上面去嘗試喔 那當然現在他們就是一個 比較算是練小朋友的一個節奏啦 那可能沒有選出太好的這種人沒有關係 其實就跟記得講一下 就是去操作上面看可不可以多做一點琢磨 練小朋友是小朋友下樓騎還是騎打招 好下路這邊兩個雙人線已經相會了 但以前面的碰撞來說 因為以色拉點了一個E技能喔 所以後面跟Breeze的位置有點相隔 所以反倒是HKE的兩個人僅僅祥依為命 打退了以色拉而且打掉了三分之一條血量 這裡Sniper要很小心喔 最近歐雷幾場很習慣做的是 就是入侵別人的野區 如果是你的上路跟你的Jungle一起開這個野區的話 很容易直接被他抓掉 對尤其在上週HKE對上AHQ的第一場比賽 就靠著OLEE的一個折魂掃蕩 是掃掉了Mountain的這個藍Buff 那場比賽其實我覺得這個微小的雪球 後續的蝴蝶效益造成了AHQ在上週是落敗了第二場比賽 以這個一等的布局來看的話 HKE這裡是取得一個絕對優勢喔 視野開得太多了 對在敵方的野區抓到很多這個視野的空間喔 甚至在這個飼館這裡都有 飼鳥這邊都有放一個野看看上路有沒有來這邊開 對基本上這個CAM已經是看光了所有Sniper可能的開局位置 然後LATE一個人獨自騎了雙十項 那貓凱同時也是拿一個參狼的經驗 兩邊的上路都是帶了重... 呃...史丹利這邊是沒有帶重擊 都是有獨自吃一團CAM的能力的角色 Sniper的線路來到了下方兩邊上線的時間是差不多 丁特吃完了紅BUFF以後是直接挺進了Sniper的藍區 哇!但是這裡其實RD有很多的反應時間喔 感覺是丁特知道RD的血量其實並不好 就直接來打這個隊 看一下下路的人會不會來支援 喔!這邊要硬打了嗎?但RD的血量其實是被壓得很低 兩邊的第一個技能都已經丟掉BRISE的靈光炸彈被RASEN給扭掉以後 兩邊在護點血量上面BRISE是稍微劣勢一點 但因為OLE是把盾套在自己身上 所以這邊RASEN也是先行拉開 RD這邊的血量不是很夠喔 把身上的洪水喝完只有半條 丁特是滿血的就是不讓RD要把這個藍BUFF收到手 先把河蟹給拿到 讓後面的後續的撤離其實是有一個加速的可能性 沒有錯 那這邊的話 HKA是掌握住了第一個RD開什麼樣的CAM 然後第二個的話是他們的RASEN 在對線的時候有先點了W這項技能 所以推兵上面是滿強勢的 對 那前面RD是果斷的就放棄這個藍BUFF 他不太確定自家的藍的視野是怎麼樣 來到了紅區 那這邊其實丁特也其實也放棄了這個藍BUFF的爭奪 也回到自家的藍區來收第二個吧 兩邊的打野進度其實是都被對方給拖慢了 沒有錯 但丁特目前的話是領先了一個和蟹的CAM 所以應該會比較早上到三等 在第一次GANG的嘗試上面會取得非常大的優勢 那以上路的MOK來說前期的推線能力會比這個 一技能才點一等的飛斯來得好 所以HKE現在是一個三線推進的狀況 所以丁特還是有機會再度的往對方的野區來找人 現在是把左半邊的和蟹也給拿到手了 RD是吃完了紅以及聚會鳥 三等在這個草叢裡面 褲丁特過來插了一個眼 那應該可以check到RD這邊的法育狀況 三等應該是要準備來GANG中的丁特 再合到左邊 那這邊的話是有被HKE的眼尾鬼給發現 所以是看到BREAKER是在中路的話 比較偏向右側來玩 不太會想要被GANG Sniper剛剛的這個中路右左側的眼睛 是看到了丁特走進進去 其實他的紅區又走出來 RD的TP是直接交掉了 但史德里剛剛上一波也是直接交TP回線 兩邊的TP時間其實是有一半的時間落差 所以會可以看到待會兒開龍的時間點會不同 看一下兩方是誰會掌握到一個先行利用TP 逼小團的優勢的先行 戴得這邊感覺打線的壓力其實非常大 很少看到菲斯會直接上兩個多欄 通常會想要買一個紅寶石 然後趕快把自己的余境附魔給出出來 對 因為兩個多欄的話 雷特他把整個打野道具組好的時間點 會已經被拖得很晚 更不用說他第二件的核心坦裝出來的時間點 而且對菲斯爾人的話 他前期的傷害有很大一部分是從打野道具來 這樣子延緩的話 對第一個龍戰的話 他的傷害會顯得越顯不足 對 這樣前面的打線壓力 看起來史丹利這場應該是做得相當的不錯 以下路的AD的狀態以及他的CS數目來說 兩邊是持平的 中路breaker是稍微落後一些CS數 給TOYS的阿齊爾 那打野在此時 剛剛因為前面的碰撞 彼此犧牲了自己的發育 還沒有為任何的一條線路打開一點優勢 阿里這邊要來嘗試 蹲點在中路右側 喔 丟出了他的時空攔截 透以斯這邊會不會被命中呢 哇 利用一個護殺順分 差一點點就要被這個時空攔截給攔住 透以斯非常漂亮的 留住了自己的一技能 下路這邊也是交手 瑞神回身的回旋之刃 並沒有刷到以色拉 但兩個普攻 以色拉的血量還是被壓得很低喔 沒有錯 那這裡的話我覺得前期 嘗試去gank一下阿齊爾是一件好事 因為他的 EQ這個combo其實本身 耗磨量非常非常的高 就算你沒有逼他 角正盒的召喚師技能的話 他打線的壓力也會減輕很多 對 他讓布瑞克只可以少承受很多 WQ的殺兵騷擾 那當然這邊RD的第一波 嘗試下路這邊 HK也是找到了機會 其實以色拉現在的血量 跟他的回復道具都用光 下路這條線 其實Sniper洩入一個蠻大的劣勢 而且這邊是直接被比賽以後 兩個雙人線程式交閃 Racer交支域硬點最後一架普攻 順利的拿到了手殺 又是有HKE的雙人線 首度拿到一個擊殺 這就是現在HKE令人畏懼的一個地方 其實他們的雙人線 在LMS現在來說 是非常非常具有侵略性的 HKE現在這支隊伍真的是 三線都有可能打出優勢 所以給對手的壓力真的非常的大 而且我覺得也是一等剛開始Sniper 其實想要去幫RD 所以被雷神這邊 被Raisen這邊真的點到很多下 所以線上才會這麼瘋的一個原因 對 而且剛剛Sniper其實很想要 把那條兵線推到對方的塔下以後 不要因為兵線被控 而拉開一個龐大的CS差距 但就因為這個推線的過程 以色拉被打掉太多的血 最後是直接吃了一個 颶風呼嘯以後 就連閃線噴掉人頭也落地 對 那這裡對丁特而言的話 會是持續做發育的一個很好的地方 那現在我們看到其實 西威爾這裡如果再上6等 跟配上丁特這裡再上6等的話 很有可能下路再其他一次 對 而且目標絕對可以瞄準 還沒有上6的以色拉 因為對方的閃線其實已經噴掉了 以西威爾強力的加速讓丁特可以直接硬頂一個肚皮 再給一個大絕 這個以色拉即使是神也很難存活 就等於要看她的深淵鐵毛 能不能找到一個很好的矛點 拉出一個很長的位移距離 可能要拉一個極限距離的蜘蛛人的PLAY 才有辦法躲掉這隻GAME 對 要不然就是拿下巴釘著牆壁 試試看是不是可以讓自己存活一條命 那以現在來說 他回家的為了想要出一個洪水巾 所以身上的眼也帶的很少 所以這個眼要投資在哪裡 也是一個學問 當然以現在的紅眼是來確保自己的後方不會被槓殼 這也是我們看到古拉格斯GAME很常見的一個套路 當敵方是在紙邊的時候 直接從塔後把你從塔內炸出來 這樣子就很容易打成擊殺 那現在HKE是把大量的眼睛都投資在Sniper的藍區 但以這個藍BUFF的重生時間應該會相當的晚 因為RD剛剛藍BUFF被鬧 其實是先吃完自家的紅才過來收藍BUFF 其實剛開始鬧你的第一個BUFF 哇 這裡感覺以色拉直接走到丁特身上 哇 以色拉怎麼會這麼的不小心呢 哇 直接被炸來炸去的以色拉在空中飛了很久 這個位移拉得非常的遠 但是其實是往對方加里拉 最後就被OLE的珍娜普攻給帶走了 哇 這裡真的感覺以色拉是有點太不小心了 因為這絕對會是丁特FOCUS的一個主要的GANG的點 那他剛剛應該要做的事情是請RD用他的W來探一下草叢之後 再來一下這根炎灰會會比較好一點 對 Face check 草叢是非常危險的 以召喚峽谷來說這個危險程度其實也是偏高的一個場地 那 的確下路這邊送出了兩個人喔 哇 直接閃啊 直接噴TOYS這邊有一點危險 最後送出毒壓 哇 哇 BREAK拿到了一個單殺點數 這就是我們期待Sniper在最後的這個季賽裡面打出來的一個Play喔 哇 這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敢打 其實之前阿齊爾有一場輸掉的話也是BREAK自己拿阿齊爾的時候輸掉 所以他在這裡就是證明了阿齊爾沒有這個不敗神話 對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這邊是R閃還是閃阿 有沒有利用R閃來 喔 是閃阿 所以TOYS這邊其實是沒有想到BREAK會打得這麼的激進 他其實是有一點點的反應時間但是應該是沒有想到會打這個Play 是沒有辦法預防到 對 可能以TOYS的角度來說他是自己的專注力是在這個壓制 在剪尾刀上面 所以反而造成了沒有看到BREAK這一波的嘗試 非常漂亮的一個BREAK 而且這邊的話是直接逼出了TOYS的兩個召喚式 才拿到擊殺 這一波是非常非常的賺喔 所以以RD的角度來說現在雙人線可能不要過去了 因為以現在的狀態過去有可能三打二還被換掉一個二換二或者是一換一 想辦法滾動BREAK這條線路或許是現在RD可以嘗試的一件事情喔 因為以阿齊爾這隻角色當他沒有了閃現的時候 其實自己是非常非常脆弱的 因為他的一技能跟所有的這個九筒的技能 跟其他的這種位移的技能都一樣 可以利用自己的肉身去阻擋他喔 嗯 沒有錯 你只要擋在他身上的話 他其實打Play的能力會少很多 沒有這個閃現的情況下 那另外我覺得其實蛇女在他自己的極魔騎的時候 就可以取得擊殺是一件非常非常難得的事情 一般人也會認為蛇女是一個比較偏向後期的一隻角色 畢竟他要出這個大天使之障 對 那丁特知道現在對方的中路線有機會啦 把這場比賽增添很多的變數喔 所以也是趕緊帶了很大量的眼睛過來幫助我們TOYS建立兩方的視野 那就看RD這邊能不能來為中路再添一顆人頭或是助攻呢 丁特掌握了右半部第二次的河蟹那以兩邊的打野發育來說 因為剛剛的RD有嘗試一波Gank喔 所以丁特現在的發育其實拉的是更好一些 哇 這邊看到LAD在上路打得非常的成功 這裡很有可能會逼過史丹利 直接是腳印的TP回到現場 哇 但是HK已經先行在開小龍喔 而且RD這邊過來血量其實已經被點掉了半條 要選擇進場嗎 小龍被掌握到了 以色拉先綁住了歐雷歐雷閃吹是把Breeze吹到了右側嗎 還是他自己腳女武神特攻往右側拉呢 現在AT被卡在右邊 哇 丁特的經常配合史丹利的大絕傷害實在是有一點點高 沒想到丁特這邊是直接拿到了兩顆擊殺 Breaker的魔量是很低的喔 因為藍buff的重生時間這一波是沒有掌握好 我覺得HK這波的開龍時間是有一點點堵住 因為他們的上路其實是被壓的 但放掉了上路的一波兵 讓整個龍戰讓HK把經濟優勢瞬間給他們 對 這裡其實非常非常的堵喔 主要是因為他們上路等於是虧了一個傳送 那Logitech Sniper在這裡做的堵住 其實是把上路直接傳送下來要拿這一波 所以等於他們上台沒有拿到喔 我們在這邊再看一下這裡剛開始冒凱進場的時候 不太確定要綁拿一個方向 但是推這個果這個閃度 再配上史丹利的進場 這一波雖然Breaker的大絕已經把前面的兩個坦克給吃化住了 但其實自己家的Carry已經全部都倒下了 對 這裡的話是 就是剛開始被TWISE跟滴特這兩個AOE打得潰不成群 馬上就輸了這個回戰 對 而且我覺得以剛剛的整個魔力的狀態來說 其實Sniper是不太好叫戰的 但以他們的角度來說是 我明明上路是一個壓移的線路 那我中路剛剛單殺你 但這條小龍我怎麼會平白無骨的拱手讓給你喔 反倒是想要過來打一波 因為以剛剛的角度來說 龍已經掉了 其實Sniper可以很好地拉掉避免這次的碰撞 他們那次可以直接把上塔給扒掉 那是選擇讓LAD進場的話 其實是讓Sniper這邊多一個回家補裝的機會 那打起來的話當然是少一些優勢 而且剛剛酷騎其實是被OLE催到了右側 所以整個兩邊的Carrieway其實已經被卡掉了 所以在左半部這邊的戰場其實是一個4打5喔 沒有錯 那HKE這邊的話是順勢把中塔跟小龍都拿下來 這個對羅技現在的下路線而言壓力非常大 對 我覺得這一波的確最大的關鍵可能還是在於TWES剛剛用的殺兵 找到了對方聚集的點以外呢 丁特這個開戰抓得非常的漂亮 因為以HKE的角度來說 這一波他們其實已經很賺了 虧掉了就只有上路這一波被菲斯雷特推進塔下的兵 史丹利傳送過來拿到一條小龍 HKE這個交換是OK 但因為丁特的這個狀又把三個人都拿到手上 沒有錯 他等於是殺兵子到位的話 全程的輸出都有打下來 下路這邊TOYS直接硬壓了 因為中路的外塔已經推掉了 留給丁特一個人來維持兵線 下路這邊的搶壓 Sniper看起來是有點難以防守 三個人的封點 W引壓阿滴進來 暈到了雷神 這波有機會把他的塔已經爆了 哇 緊張衝擊炸到了兩個 KR這邊再被定住 後方雖然是蓋了阿祁爾的塔 但是歐雷這邊又揍到深淵鐵毛 被敲了一個沉重打擊 阿滴順利利用他的Q技能把這個人頭給收下 Sniper這一波有阿滴的一個果斷開戰 雖然下路的塔爆掉但搬回了兩顆人頭 那這邊的話其實還算是頗賺的對Sniper而言 因為這個play剛剛看起來像是HK這裡稍微大意了一點喔 他們並沒有取得內三角的視野 而且丁特其實還在推中路的情況下 他們應該要考慮到有可能會面臨一個多打掃的問題 對 而且RT剛剛的開戰的確是非常漂亮 配合這個時空攔截的技能的預判是 直接把Rayson定在原地喔 因為如果以一個西威爾他已經拉開開啟大決的話 這一波Sniper後續的追擊是無力的喔 剛剛Rayson看起來是有用他的這個魔法護盾擋住了這個雲 但是後續的傷害沒有辦法真的是太高了還是倒下 下路這邊Sniper一波反打 當然局面現在還是控制在HK手中 他剛剛在龍戰爆發完 在下路的塔莎爆發完 以後Breaker是想嘗試在紅區裡面蹲點 但Toyz是跟丁特兩個人繞了一個非常遠距離 喔 這個做了... 輕兵魚 對 輕兵魚還是讓Rayson把魔力給回了一下 Rayson看到了一個魚釣了一槍 開啟了魔法護盾淡定的把魚給撿起來 原來是我們的Late釣魚願者上鉤啊 那Toyz這邊收下藍buff以後 Ricole回家能不能掏出他的巨型大棒呢 Late這個play其實我覺得還蠻好的 因為等於是讓Sniper直接換到了一個下塔 他們上路沒有被帶的這個壓力在 對 是靠著以色拉的即時血防 但下路的外塔血量其實還很高喔 Breeze這一波有了三項 點塔速度應該也OK 就看Sniper有沒有辦法把這個卡給防守下來 丁特是在Sniper的紅區撞到了RD 又是一個滿血打半血 跟一開始藍buff的爭奪一樣的局面 但是這裡HKE要很小心喔 因為如果Sni cut到他們的話 會產生一個4打3的局面 我們看到現在HKE馬上想要從上路這個內三角逃出Sniper的野區喔 對 以這個上地視角來看HKE的判斷 的確就跟他們的團隊風格是比較類似的喔 就是這種有風險的play他們其實不太敢賭的 因為如果以HKE來說他們可能就會想說 那我在這邊硬打 然後拚一個集結或者是直接攻破對方一邊的防線 可能蛇女靠過來我就直接三個人硬殺蛇女喔 丁特這邊撞到了RD 哇 這個傷害有一點高 RD被炸回去 但是有即使開始往後拉掉 再滾了一個後滾板 丁特這邊有沒有辦法順利的擊殺呢 是順利利用最久恐怕拿到人頭 雷特這邊沒有大絕 但也靠著本身的E技能傷害 就直接把RD給踩死 以色拉這邊面對的丁特帶著紅buff的撞 深淵鐵毛能順利的逃動嗎 回身一個沉重打擊 BREAK的進場遇到了OLE 直接逃了點燃 順利利利用雙身獨家 收到這個人頭把所有人給推開 但這一波的傷害並沒有辦法帶走的以色拉 也是扭掉了殺兵的傷害 但下路這邊是史丹利在追擊BREZE 兩個人玩一個樹人跟飛機的情報遊戲 這邊BREZE已經取了三項的話 跑速應該是會比史丹利來得快喔 但是他走了這個路徑 哇 而且還吃到一下塔 兩下應該要死了 最後 哇 沒有脫離這個戰鬥時間 被史丹利把這個人頭給收渡口袋了 哇 但是他在下路的話 還是成功把HKE的下塔給拔掉了 是等於用自己的生命來換塔 那這樣的舉動其實 我個人認為還是賺的 那HKE反觀在上路的話 雖然是打了一波 感覺是二換二的局面 但是也是成功的把他們對面的塔給拔掉了 對 所以總結來說 其實兩邊的人頭交換是HKE 戰鬥的一顆人頭的優勢打數是持平的喔 那當然這個生命成可貴 外塔價更高 BREAKEN跟TOYS的單打 到底這一波會是誰贏呢 看起來傷害量兩邊不分勝負 TOYS最後雖然在第一波 第一時間的交手虧了一點 但最後還是把殺兵抽到了BREAKEN身上 對 這裡主要是RAZEN的進場 是把蛇女給逼退了 因為我們看到BREAKEN這裡 其實已經出了深淵的情況 這種近戰的互打的話 絕對是蛇女這邊站上風 對 以301的戰績來說 雖然持平稍微落後一點 但以這場的BREAKEN經濟量 應該不輸給TOYS喔 但Sniper的藍BUFF 還是被HKE的多人機械給掌握 小龍的時間也是抓得非常的準喔 看得出來 HKE現在在OLA的一個帶領下面 其實他們的戰術體系上面 會比剛剛曾經的HKE進步非常非常的多 你看到他們基本上不會浪費太多的時間 在處理這些沒有交戰的時間喔 他們的輪轉上是非常的到位 而且BARTA的這個意圖 我覺得也是很清楚的 對 那以團戰的操作上面 可能還可以再往上拉一點 跟這個團隊的緊密合作 這支隊伍就會變成一個非常非常強悍 在2015夏季賽 可能會帶給所有這個帽子 要傳送進來囉 BREAKEN直接看起來狩獵 配著OLA上來硬抓BREAKEN 原地套了一個W技能進來 但是RD還沒有辦法進場 但是Sniper這邊追擊的 好像有一點太遠了 最後 哇 反噬風暴 是直接在RD跟BREAKEN面前 把這個人給捲走 這波Power Spike真的是算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喔 當然是Sniper回家的時候 馬上偷出了榮耀頭盔來打這一波 對 而且我覺得 可惜過去的RD已經是把W放掉了 所以他沒有再提供任何一個控場的能力 來救出BREAKEN 已經被素人給黏在臉上囉 HKE這邊看起來像是一隻非常有效率的隊友 可以看到他們每一次打完團戰之後 都有一個清楚的地圖目標要奪取 對 這一波的中度強開 不是漫無目的殺人 而是想要拿到後方的NAME 好 我們來看一下兩邊 以TP的位置來說 史丹利是從右側進來 哇 身上 他還被 他最後的擊飛是被 以色拉跟得非常遠的前行衝擊給正飛 但是傷害量來說 因為RD這邊的傷害其實不足以撼動 開啟大絕的暴凱 以及RASEN在外面好像一個普攻爆到的BREAKEN 330多滴血 確實是運氣滿好的 但是RASEN剛剛那邊有一個操作很亮眼的點 他看到蛇女要開大的瞬間馬上往後轉 拉掉一下 就只有被緩速到 哇 那這個回眸絕對會是BREAKEN 命上黃絕的一個重要關鍵喔 第一 上一波的碰撞其實對HKE來說是得力的非常非常的多喔 以中路的內塔是幾乎無損的拿到來說 其實Sniper現在的局面就變得很難以翻平 很危險 BREAKEN這邊女武神特攻拉開 有辦法活馬丁特要硬炸被推到牆上 好險沒有被回兌回來 歐雷趕緊吹了一個颶風把伊瑟拉給吹飛起來 好 深淵鐵貓也是順利的救出了自己 這邊RD又要過來留人嗎 但你現在的人數上面其實也不是一個絕對的優勢喔 是一個三打三的碰撞 我們可以看到Sniper在這整張地圖裡面 可以收兵線的空間是越來越短喔 他們現在唯一有辦法寄望的點是LAD 在下路分推史丹利的時候 有辦法取得一點戰機喔 但他其實ELAD這場的裝備也是蠻特別的 他先上了軍隊長劍 讓他拿到機密重擊的紅重擊 但是他沒有把餘鏡附魔給出出來喔 對 那這樣子的話會對他的推兵線的速度 造成一個比較不良的影響 可能會不太動喔 但你單打能力上來說 先拿到三項之力 這趕快先把自己的POWERSPITE拿到手 也是不錯的想法 因為以現在來說 的確以CLIMATE剛剛說的很對 就是現在如果Sniper沒有一點可以頂得過 史丹利的分推的話 那他們就沒有任何去攻略HKE 剩下的上中路外塔的機會喔 這裡HKE的陣容 這套韓式的體系就是說 他不想開戰的時候 他可以直接用吸油來拉掉 那等到他經濟量足夠的時候 這一拖也是很危險 對 但他的一技能是扣在手上 反倒是RD被沙漠進軍給戳掉了很多血量喔 RD這一場的發育來說 是有一點慘的 因為以坦勤艾克的打野來說 他又被迫在前期劣勢出掩持 其實他的雙防來說 現在只有一個抗魔斗頭喔 這邊的話 他感覺是要靠著這個基礎被動來打傷害喔 算是相對蠻吃力的 他唯一有能辦法發揮的地方 現在可能要靠團戰裡面的這個W施放 對 尤其你可以如果我們來比較兩邊 RD跟D特的裝備來說 其實是差得非常的大喔 丁特身上現在已經有 霧魔防的這個二階裝備各一件喔 那你現在在古拉格斯的坦度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誇張的喔 對 他這裡的話 HKA就是很明顯的有兩個開戰的箭頭 然後史丹利這裡又出了榮耀頭盔的情況下 邏輯是很難在線上跑得太遠 很容易被直接開戰喔 對 現在Sniper可能要想辦法避戰喔 以拿外塔的角度來說 就讓Lake這邊能不能先拖延 然後找到一個很好的時機過來支援 再做包夾 或許是一個比較好的 那巴龍當然是要先穩穩的守住 因為二十三分鐘很早期的巴龍線路的話 Sniper這場比賽就應該是送給HK了 對 那這個魔法看到Sniper其實在巴龍附近的眼位蠻多喔 但是HK已經在巴龍口開始做集結囉 是不是想要來抓一個人 的確是在巴龍這邊要Bait RD走過來 直接頂栽 再把它炸回來 但應該還有R技能 被爆擊直接收掉喔 RD可能是想要再多坦一點傷害嗎 這邊連計時開始的馬表都還沒有按下 就直接被秒掉了喔 還是因為這個以動畫片來說 他要伸手活續拉這個 結果沒有拉到 就直接被Raison給爆掉 這邊RD的死亡對於Sniper來說 是一個非常大的壞消息 現在巴龍的壓力超級無敵大喔 Late有沒有想要直接回家過來支援這個可能 HKE要直接開啟的巴龍戰呢 國際少了他們最佳的開戰方式 同時也少了一個重擊的情況下 HKE是選擇直接來開這條巴龍的 對 雖然以色拉的眼睛是插下來了 Late這邊也傳送過來 HKE先行放開了巴龍以後 BREAKER的進場 直接被TOYS戳掉了一點血 再把殺兵揮向了BREAKER 把這個窄口給咬住 丁特在前面 坦著BREASE的POG傷害 史丹利的進場是直接綁到了Late身上 但他其實飛絲是非常的頑皮 往上跳走 以色拉在前面 還要找反開的機會嗎 阿滴這邊復活了 是一個正面的無打舞 以色拉直接被TOYS的沙漠金軍揮刀而死以後 TOYS再戳 BREASE這邊的血量又被打掉了半條 不過這邊的話 Logic Sniper應該是成功的守住了HKE 進攻這條巴龍的意圖 現在就看一下有沒有辦法順勢的拿下中塔 哇 但以TOYS現在的狀態來說 感覺有一點點困難喔 面對阿奇爾 沙皇 要拿到任何的一座外塔 其實難度都是非常高喔 那接下來就看 要繼續打這個龍戰嗎 目前史丹利是已經有多一次回復的狀態 又是一個閃啊 直接噴在了TOYS 但這次TOYS是利用回身躲掉了 只有緩速的效果 BREAKER的大絕 已經放掉了這個關鍵的大絕 讓HKE直接哭泣了勇氣 把小龍給接手 兩邊從巴龍打到小龍 這邊RD看起來也沒有要放棄 爭奪滑進去 最後是丁特中軸以後 RD開啟的計時開始想要逃脫 但回身的距離不是很遠 兩個人都被炸回去了 RD直接被推來推去 又是一個暴擊 324 Rayson收下了這個人頭 BREAKER雖然往上利用調皮小飛想逃 但最後還是成為了TOYS的囊中物 Rayson最後再往前追擊 連BREAKER都是慘死 這波龍戰對Sniper來說 又是一波 虧到爆炸的水角 剛剛我覺得他們真的是太有益氣了 其實應該要放RD自己一個人偷偷看 如果沒有偷到的話 就算放他一個人 死掉的話其實也沒有太大的關係 但是他們每個人都靠過去想要 來看一下這個搶龍的情況 反而事實上西維爾加速症 直接把這一波團戰給受掉 而且最關鍵的是 BREAKER在這場團戰的位置是 就是完全沒有輸出空間 然後直接被cut在右方 哇 Clyron剛剛的意思就是說 Sniper可以考慮在這個 2016賽期改成叫做 這個Logitech17嗎 都走一個益氣路線喔 的確以 就是上利四角的角度來說 會覺得Sniper這一個龍戰已經不太能打 因為BREAKER大絕 其實已經先行想要這一波直接秒TOYS 沒有成功 這個龍就只能讓RD一個人去嘗試喔 對 這是一個嘗試性的偷龍喔 其實隊伍應該要選擇繼續拉掉 剛剛被開到那波團戰真的是不太應該 對 等於又多送了好幾顆人頭的進氣給HKE 現在的機器插曲已經拉到了將近8000塊錢了 HKE靠著冒凱彈出以後這邊想搶RD進前 但最後兩邊的打野都沒有拿到這個巴龍 反倒是TOYS把這個巴龍給拿下來了喔 那當然是有這個死帽的阿祁爾傷害非常非常的可觀喔 三個殺兵不斷的在搓這個巴龍 也是難怪會把他送下來 哇 那現在兩次的嘗試來偷地圖物件 阿祁都沒有得手 那經濟的差距已經拉到了要1萬塊錢 HKE這波有巴龍 有時間還不到30分鐘 這樣的高地塔就要直接讓給HKE嗎 Sniper有沒有任何打出來一波PLAY的機會呢 BREAKER的閃現是沒有的 他只能靠著自己的走位的預判 來想辦法開出一個很好的大絕 BREAKER被炸進去 但那大絕好像沒有搭到太多的人 HKE這邊是有所準備喔 反倒是所有人一擁而上來追擊BREZE的血量很危險 被一個笑邊的滾動球球給緩到以後 史丹利綁過去 直接一個奧數衝擊灌倒了後方的BREZE 再度回動殺兵 LATE這邊是被放...應該說是被... 勞一命了 因為沒有繼續追他 HKE這邊的目標是要拿到中路的Sniper均嬴 也順利的得手 遊戲時間不到30分鐘 HKE這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流暢喔 看得出來他們的戰術思維 跟他們怎麼樣運用這個陣容 其實都有經過詳細的這個考量喔 對 而且我最為訝異的是 剛剛這個丁特的回推 所有人都以為HKE的隊員 要一勇而上一起吃到四個石化凝食 連我的嘴巴其實都已經要講出這句話的時候 欸 結果發現他們所有人都沒有上去 就是把丁特這個開戰先賣了沒關係喔 哇 那我們再來慢動作看一下 這邊BREAKER的大絕到底是有沒有刷到... 欸 到底是有大到幾個人喔 喔 被回推 這個時候... 哇... Raisen是直接正面開著魔法護盾給擋掉喔 對... Raisen這一場對好幾隻神女兒大絕 都閃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後續就只是一場收頭秀了 對...但其實Raisen這邊 雖然擋掉了石化凝食 但因為... 所有人都是往後拉 那就只有他一個人往前 所以他還是被對方順便給灌爆 但沒有問題喔 因為... 後續的持續輸出 只要TOYS的阿奇爾存在 Snapper也沒有任何把團戰搬回來的可能性 沒有錯... 那現在的話 HKA是已經取得了一個1萬1的經濟領先 現在就看一下他們要... 往地圖的哪一個目標繼續去做發揮喔 對...拿到了中路一整路的軍營 現在HKA就是上下路選一條 喔...HKA這邊把Raisen放下來的話 Snapper是有一個開... 但是...啊...反倒是一個落單的 以色拉直接被爆打總統給炸回去 史丹妮這邊雖然一個人面對三個人的傷害 但他已經成長得非常好 身上是有冰心加亡靈抖空 以Snapper現在可以留位的傷害來說 是不足以撼動冒凱 在這一場的坦度地位喔 剛剛以色拉應該是想說 喔...HKA現在是一個4打5的局面 應該不會這麼果斷的開戰喔 但是沒有想到 這邊HKA的傷害真的已經成長得太巨複 我們剛剛看到丁特敲打一下都非常非常的痛 對...丁特這一場 5011的戰績喔 擊殺攻擊率是19分之16 非常非常的誇張 放連Raisen這邊其實拿到了17顆頭的擊殺參與喔 丁特在上方是沒有被RD的時空攔截給暈到 這波RD想要跟下塔一樣來一個塔前 暈人沒有成功 下面是直接放空城給Raisen 把下路的高地塔給點掉 Breaker這邊想要來HKA的轉點 但也被殺兵給賞在臉上 搓了一些血量 RD這邊是有第二次的開戰機會嗎 下路的軍營 看起來是守不住 Raisen是順利的帶掉 Breaker在上方是被炸出了塔外嗎 選擇閃R Toys這邊順利的石化道 Breaker也是飛出來 終於把Toys給殺到 蘇瑞瑪沙皇倒下了 這一波Sniper有任何的機會嗎 看起來是沒有辦法 因為茂凱這邊還存活著 這一波團戰 史丹利幾乎是沒有損血 RD秀回去以後想要移打 但後方的塔其實已經被打掉了 就看著Raisen站在原地普攻平A Sniper的所有隊員 只剩下雷特一個滑溜的飛絲 回到了自己家的溫泉 中路的超級小兵已經灌到了 主堡雙塔前方 HKE雖然隊員魔量都不是很夠 但就靠著四個人的普攻 奇力核心 直接把主堡雙塔拔掉了一座上路的軍營 應該說三路的軍營都爆了 雷特被綁住 一技能來得及翻嗎 被套了點燃 但是這邊應該就是回溫泉再泡一下 隔著溫泉欣賞美景 自己的主堡雙塔 就被對方給摧毀了這個主堡 有守得住的任何機會嗎 看起來沒有人可以接近Raison 主堡爆掉了 遊戲時間30分鐘不到31分鐘的時間 這一場HKE打出來的節奏 讓我們看到了 這完全是跟上一週又進化了一個檔次喔 對 他們這場真的是打得非常俐落 其實我覺得HKE之所以可以贏得這麼快的一個關鍵 是他們每一波的團戰後續其實都有拿到東西 不管這個團戰是輸或者是贏 第一個小龍戰先把下路這個塔給拿下來 然後先把中路的塔給拿下來 後續的團戰雖然下路逼塔的時候 發生一點小事物多送了兩個人頭 但是還是有拿到塔 那上路的話也是上演一樣的劇碼 平局的人頭